女二三岁吉林人 南开大学本科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专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场的老师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陈秋迟 来自南开大学专来政府管理学院 我的专业是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同时我还俯修了数学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找一份和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各位老师们觉得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大家 很好 给我呀 你第一次应聘啊 是的 我是应届毕业生 拜托好不好 你是来应聘HR助理的 对不对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你这个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专业是将来是干什么的呀 他是主要是社会工作者 对 是一个住人资助的一个职业 做公务员是吗 公务员也是很对口的一方面 那你为什么想做HR助理呢 因为我比较 你又没干过 我在学校的时候有过这方面的经历 然后我觉得自己还蛮适合的 做起来就觉得挺轻松 然后也挺喜欢的 学校也有这个专业 不是 不是 有这个职业 不是 有这个 我是在一个项目里边 然后做人力资源总监 人力资源总监 对 哎呀 总监到这儿来应聘HR助理啊 我学的是一个校园组 你也招聘 对 那你的招聘风格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我是比较轻松型的吧 然后 哎 轻松型是最高的境界了 哎呦 那你现场来招一个呗 招好美业 好吧 哎呦 来 招他 呃 您好 呃 您好 呃 请问您为什么想来我们团队做志愿者了 呃 您什么团队啊 啊 是一个校园义脉 欧兰亚校园义脉 呃 我主要想给自己一个实践的机会 我太害羞了 见人不敢说话 我这样合适吗 我 我觉得挺合适的 因为你不是想锻炼自己吗 呃 那你觉得你害羞的话 你你比较想做哪一方面呢 我想做销售行吗 呃 那你要怎么改善你的害羞呢 如果你做销售的话 那你们会培训我的呀 我觉得 呃 是 我们会培训你的 呃 你们会给我哪方面的培训啊 呃 我们会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进行培训 培训 比如说您 您咋变成了回答问题的呢 哈哈哈哈哈哈 反而气场太强了 不是 你本来很轻 她本来挺轻松的 她问的问题还挺有技巧的 对 还可以啊 对 对 她怎么后来变成了回答问题的呢 就是她问的问题不是特别连贯 二一个她在想下一个问题我去问什么 她怎么样 其实完全不必要 你就是就聊天就可以 有做HR的潜质吗 我觉得可以 她从头到尾笑容可掬的 笑容可掬 她挺招人喜欢的 对 那我们接着往下聊呗 反正她是没人能招得了她的 所以说呢 让她来试 最能试出你几斤几两 我这上面写你在大学期间曾经在芬兰托尔库大学 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是的 这一个学校去几个人 我们学校去我那个芬兰托尔库大学的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对 你是怎么胜出的呢 一开始是有硬性的成绩的要求 后来有两轮面试 面试的人一共有多少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大概有多少人 我就想知道你有多优秀 你看牛津大学给你一个吹牛的机会 我那个交换生的群里面有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 对 一开始 后来去牛津大学又是多少人里面挑一个呢 具体多人我不知道 因为他是全国 最后去了几个 最后我们学校去了二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 对 怎么每次都有你的份 可能我比较喜欢这种多出于交流交流 体验体验的机会吧 不对 因为你优秀 谢谢 他还有一个优秀的业绩啊 他曾经参加北美数学的建模大赛 对 这是个很牛的大赛是吧 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赛 你获得了什么成绩呢 获得了二等奖 团队几个人 团队三个人 你是负责什么 我是负责建模的 你是负责建模 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负责翻译 然后另外一个是负责编程方面的 那你平二能讲原因是什么呀 其实努力是一方面的 第二个我觉得自己也是挺幸运的 我记得就是 不是因为你在阐述你模型的时候 你那个就说的重复还挺重要的 其实就是你在当时评论的时候 我跟你说啊 你再这样回答问题不行啊 每次问你为什么能获奖 你要么就说 幸运啊 有秀啊 你能不能说点干货 到底为什么是你拿啊 对你毕竟 我不太好意思说 因为我厉害 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告诉你吹牛这事 你肯定不如他们 你就说你自己的事 对这亮点到底是什么 这个建模 亮点呢 我觉得就这个奖说好了 就是一个很好的今天的敲门砖 对啊 那么多国家 很有可能你的心头 你代表中国队拿来二等奖 对你的心头很有可能会很高 因为我们招这种类型的毕业生 还没获过奖 只要素质好 都是一万起 干净 好好说 谢谢老板 就是准备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用的是神经网络分析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用的挺巧的一点 这个去一个小姑娘去学这种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走的 其实这个算法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 我就说你的那个算法当时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就像陈浩总说的 这个可能就真的是六千和一万工资的区别 其实我当时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应对 就是这个问题 就你这个算法模型的优势之处在哪吗 你始终没有讲这个最关键的点 你找对了一个工具 找对了一个方向 对对对对 但是你又用它又做对了什么 没听到 等我想一想 没想到他们会问得这么细吧 对对对 而且这是我两年半以前参加的 我稍微有点忘 其实我们想说的不是你用了什么算法 其实我们想更知道的是你的思考方式 对你用了这个 对思考方式 就是说你用了这个算法 然后呢 体现了你的什么思路 因为你要解决的是一个问题嘛 听下来啊 这个这个奖好像不是他拿的一样 我不知道我的怀疑对不对啊 如果你是哪怕是两年以前 三年以前 你拿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奖 是我们所有人得如数家珍一样 这是他最大的奖项 对啊 那你怎么见的膜 你讲不清楚吗 虽然我们不那么懂数学 你就算给我们普及一下 别问了 好尴尬啊 其实我觉得老板把那次比赛就是 看得有点过高了 就是我虽然取得二等奖了 但是并没有老板们想象的就是这个奖有那么的难得 尤其在场上又很紧张又很懵 然后老板们一问的时候 但是头脑一片空白 大家问我是有脑子一片空白 你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对 好尴尬啊 先脑袋里面回忆一下 咱们聊聊十万块钱的事吧 十万块钱的事你也忘了 好您说 就是他是一个文科生啊 他居然这么能挣钱 一个月挣十万 哇 干什么挣的 我是做了一个校园产品 一件就是棒球服务 然后结合了校园元素 然后以微信传播的方式 然后给了两周时间 就是大家订购 然后就根据就是订购的情况 然后我去跟工厂那边坐 然后就做这件衣服 然后就赚十万 销售就是销售额十万是吗 利润 多少钱一件 169 卖了多少件 1500 1500件 他不光卖衣服 他炒股哦 还炒股 炒股来说说成绩怎么样 就是一开始有5万 然后后来有15万 你是用什么 你是用模型吗 用算法吗 那都没有 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这只股票是否处于高位 就是我觉得再好的一只股票 很好意思 评估高位 你的高位的原因是什么 你只是用价格判断吗 不是 我还会看这个公司就是 近期的财务报表 还有他就是净利润怎么样 其实我 最主要的是 你就像 不是 你的每一个故事啊 都有一个特别好的成绩 但是都没有把那个故事的 那个关键点给讲出来 都说不明白 对的 都没有讲清楚逻辑